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 今天接着上节课的事情来讲 首先我们的模型 这是我们的问题的模型 然后这当中呢,这是发送端的一个滤波器 实际上就是它在控制发送的脉冲 这块呢,它的输入呢是A卡 A卡乘ΔT-KTS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序列 I卡这样一个序列 我把这个序列理解成是一个冲击序列的 然后加到一个滤波器上 这个滤波器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这个PIM信号的样子 这个地方是PIM信号 它是为了控制这个样子 然后经过一个心道 然后加上噪声 接收端以一个滤波器 限制一下噪声 然后采样 探觉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考虑的事情呢 是新的事情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要求说这个带信道 信道呢是严格线带 也就是说这个信道的传递函数呢 是在-W到正W之间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假设信道是理想的 这种严格线带的情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主要是发生在无线通信的这种情况下 在无线通信当中 我们会给你分一个频段 说给你分这么一个范围 说你必须在这个范围内传输 这样的一个带通的信道呢 我们等效到基带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一个基带的一个信道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这个信道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限制 而是一个规则 就是说它是只是规定你说 你发送的信号的频谱 不许超过这个东西的 不是真的有一个滤波器放在这 你这个信号多余的东西过去之后 被抑制掉了 明白的意思吧 像我在这儿做了一个手机 我要发射信号 然后呢 国家规定说你这个信号的带宽 必须是这么宽 那么我因为我中手规定 所以对我来说 就想象这个信道是一个滤波器 而不是说我发一个更宽的 宽带的信号 被这个信道给卡掉 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信道 然后只要我中手规矩的话呢 我就设计这个信号 让它的功率谱呢 落在这个范围内 这样的话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是吧 然后到接收端 然后用一个接收滤波器之后再采样 采样的这个结果 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 这是我希望的 这是我希望的 但是呢 如果要是不小心的话呢 它就可能成为这样 这是我不希望的 我希望采样出来是这样 不希望这样 这里头多一个满电串绕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 以往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 这个担心是不需要的 因为以往我们讲这个PIM信号的时候呢 我说发送一个1是一个脉冲 对吧 再发送一个1 然后发送一个0 是这个 又发送一个0 我这个脉冲呢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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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摆 摆的时候呢 每人占一个位置上 你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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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互不干扰 然后现在我们说要严格限带 只要是平域限带的话呢 实域必然是无限宽 它肯定会宽出来的 这一宽出来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 等于说是你呢 要扩出来 扩到它的位置的 它也要扩出来的 这样的话呢 互相就干扰了 是吧 就是排成一列 我说男生表示1 女生表示0 是吧 排成一列 然后远处的人在看 现在呢 由于什么原因 你们突然发胖呢 猛的横着方向一掌 前后挡上呢 这一挡上 那边一看 这就看不清楚啊 这就有干扰啊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呢 你这个 平域一受限制的时候 实域它必然要往外 扩出来的 扩出来 你就要站到别人的地方 这就可能有干扰 有干扰的情况下呢 这个第一感觉 我们发现 这这事肯定不行的 但是呢 很多重要的这种发现呢 都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一个事情 大家第一感觉 觉得这这肯定不行的 但是呢 有人会不这么想 他会去继续琢磨的 他一琢磨之后说 这这还不是那么回事的 这样的话 就琢磨出一个新的东西 琢磨这事的这个人呢 叫奈奎斯特啊 奈奎斯特 然后在我们这课里头呢 有两件事情跟他有关系 一个是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是吧 一个是奈奎斯特的这个 五马肩串扰的这个种责账 有时候这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有点心情不太好 因为什么呢 你发现这些很容易定理的 证明的定理都被别人证过的 他要没证的话 你发现你也可以证的 说这这事比较糟糕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呢 我们不能往回看 我们得看现实 看现实还是比较美妙的 全中国有十几亿人 会证这个的估计不到1% 说你马上进入top这个1% 包括你们啊 然后呢 他就在琢磨这事 他琢磨这事的时候说 我在那个地方是做一个采样 是吧 这一个采样的话呢 你看我在这儿采样 在这儿采样 这个你往外扩 其实也没关系的 你只要别扩到这儿就行的 或者甚至于你扩到这儿也行 如果你到这儿的时候 正好是零也行的 然后你再过去了 这也没关系 但是他是这么想的一扩张 然后得抓这些东西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事情呢 认真地推一下 整个这个系统 我先把它等效一下 我把这个图呢 做一个等效 这块呢 是AK这个序列 这个等效的时候 我呢把这个噪声去掉 因为我现在关心的是 这个马尖串扰 所以先把噪声去掉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是三个滤波器 这个滤波器 其实是我想象出来的 没有 所以实际上是这两个滤波器 它们俩集连在一起 是一个滤波器的 这个我叫总体响应的 然后呢 这个它通过它之后 有一个YT 我这块这是个采样 我这也是个采样 是吧 这就是理想采样 就是这个信号跟它一成 这是一个理想采样 我画的这个图和这个 只是一个 换一个表达方式 就像我这写这个序列和写这个 也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达方式 是吧 然后我这儿有一个总体的响应 它有一个冲击响应 然后对这个冲击响应采样以后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序列 那么按照你们之前学过的课程 这个我一方面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个连续的系统的 这是个时间连续的函数 这是个时间连续的冲击响应 然后这儿乘了一个时间的函数 这是我从连续时间这么看 是看着这样的 我从离三玉看的话呢 这是个序列 它也是个序列 是吧 这块的这个序列是这两个的卷积 对吧 就是那个外看是等于 外看是等于这个 这是个卷积 然后我们希望的是等于它 不希望有这个 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把它展开的话呢 那就是Ak乘X0 再加上 等于这个 然后后面的这一项 这就是码尖串 前头这儿有一个X0 这只不过是一个长系数的 是吧 我们可以让它为1 如果不是1也没关系 因为它只是意味着 这个放大器有一个增益 是吧 它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现在呢 需要让它等于0的 然后Nike斯特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它就写了一个定理 它说 五码尖串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叫做五码尖串扰条件 这个条件呢 从实域来说的话呢 是 N等于0 N不等于0 实际上这个 也可以写成这种记号 你们学过这个记号吗 离散的冲击 是吧 其实也可以 是吧 我可以写成这个记号呢 这是一个离散的冲击 然后呢 从评语来说的话呢 就是 这样的 这个 两个加起来 是叫Nike斯特种子 确切说了 那是叫Nike斯特的第一种子 它还有第二种子和第三种子 只不过那两个种子 那现在基本不用了 所以现在一说Nike斯特种子 则基本上就指的是这个了 是吧 然后他说 这两条呢 是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说如果它成立 则必然它 反过来 如果它成立 也则必然它的 然后这个是 作为一个定理来描述的 说这是一个定理 那么这个定理呢 需要证明 这个证明呢 很简单 就是 你呢 把这个式子 两边做复式变换 两边做复式变换之后呢 这个右边它就是冲击 对吧 然后左边呢 这是一个平谱的周期性搬移 就是理想采样 这个左边呢 就是XN乘上Delta 就是它的复式变换是它 这一点是 你在学采样定理的时候 就学过的 是吧 就是说我对一个信号 如果多写一点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的 这是做一个理想采样 是吧 然后呢 这是一个周期信号 我可以把它展开成一个复式极数 于是呢 它就变成 1s分之1 这是一个时间的周期信号 是吧 我展成复列极数呢 是展成这样的吧 然后呢 把这个XT再乘进去 然后在逐项做复式变换 就是这个 对吧 所以它的 就这边做这个复式变换 反变换就得到它 然后就这句意思是说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是完全等价 它们是互为充分比奥条件的 然后我们再看 它们俩是不是等价的 这俩这一看 这是很明显的 是吧 如果它成立 它必然成立的 反过来 如果它成立 它也必然成立 是吧 这个事情呢 就是它的证明了 这个定理的证明 倒是还在其次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这个定理的理解的 为了理解这个事情呢 我再看这个图啊 我为了看清楚这个事情 我把这个图改一下了 我在这儿画一个低通滤波器 然后呢 我在这儿 也过一个低通滤波器了 这两个低通滤波器呢 都是理想的低通滤波器 然后呢 它们的带宽呢 是2ts分之一 然后它的那个冲击响应呢 是syncts分之 t 我是 就是 如果这个 这个 我现在的假设这个 这个冲 滤波器的高度是ts 这个滤波器是这样的 高度是ts 宽度是 从负2ts分之一 到正2ts分之一 所以它的面积是一 是吧 所以它的冲击响应呢 是这样的 我是假设这个 我们一般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会说低通滤波器的时候 会说这个高度是1 实际上这本身倒不是要紧 但是它涉及到 我这个前头有没有系数的问题 我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呢 然后我来看那个 整个这个图 整个这个图里头 首先呢 这是一个 我整体的这个响应的 如果 第一种情况呢 我先说这个 如果这个xf跟这个也一样 第一种情况是说 这个xt 等于sinc ts分之t 如果要是它跟它一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就一样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块呢 带宽是 就是它的带宽呢 就是等于 2ts分之1 然后这块呢 正好是那个采样定理 对吧 就是采样定理说呢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地方 这是 无时针复原 采样定理说呢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要想完全一样 这是 这是个采样 然后低通嘛 是吧 说 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这个带宽 比这个2ts分之1小 最多是到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采样间隔是ts的 采样率呢 是ts分之1 然后采样率呢 是带宽的两倍 这是一个边界的 这是Nexus的采样定理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 我马尖串扰的这个事情呢 它说的是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说我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叫无马尖串传输 如果要是没有马尖串啊的话 这块采下来的这个东西 应该跟这个一模一样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信号应该跟它完全一样 这是我希望的 是吧 这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事情的 就之前你们学过的采样定理 是讲的是这个事情的 然后呢 我现在在说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 把它设计为一个 think脉冲 就是是一个 或者平域是这样的呢 实域是think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一样 对吧 因为它跟它一样 所以它跟它就一样 然后它跟它一样 是因为正好满足 这个耐克斯的采样定理 这个时候呢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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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1T Y2T 就是说 当这个滤波器是这样的时候 这三个地方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 它们俩 它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只要这个滤波器 不是这个滤波器 那么这个点跟这个点一定不一样 是吧 因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滤波器 是吧 所以它们俩一定不一样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它的带宽呢 比这个小 W呢 小于2TS分之一 那么这个 从这儿来看的话呢 这个采样率是满足抽象定理的 因此 这两个点一定一样 是吧 这两个点一定一样的话呢 那么这两个点就一定不一样 然后我希望的是 这个和这个地方一样 那么它们俩一样的话呢 我等于我希望这块要一样 是吧 你看如果这是两个 这是两个相同的滤波器 如果它们的输入相同的话 输出也相同 是吧 我现在希望这个点和它一样 我就是我希望输出相同 但如果这个带宽呢 小于这个2TS分之一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 然后如果这个W大于2TS分之一的时候 从这儿来说的话呢 因为这个不满足采样定理的 所以这个波形跟它不一样 是会发生频繁哄叠 是吧 然后这实际上就给了我们机会的 我希望它一样 我就希望哄成跟它一样 明白吧 你要不哄叠的话 因为这两个信号本身是不一样的 它不等于它 但是呢 我要让它等于它 那就只有让它哄叠的 对吧 而且必须哄成一条直线 为什么是直线呢 因为它是平的 对吧 明白这意思好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说把Nex的五码间串绕的这个条件 和采样定理这个事情连在一块去想 这样你也不容易乱了 就是一个要求是这两个地方一样 所以它这个带宽 如果小于这个2ts分之一 就可以保证这两个地方一样 另外一个要求是这两个地方一样 是吧 就是因为采样之后 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结果是采样的结果 这个地方的结果是对它的采样 就像类似于这个一样的 是吧 它这个乘进去之后呢 那就是x的kts的 对吧 就是把这个乘进去 就是xn 这样的了 所以这个也是 把它跟它一乘 乘进去之后就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希望这个yk等于ik 那就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对吧 这个就是要点 就是以它为边界 这个就是耐克斯特极限的 这个是耐时极限 然后另外两种情况呢 是xt不等于 就是如果这个xt等于它的时候 这就是耐时极限 如果不相等的时候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带宽小于2ts分之一 这是采样定理的 然后这另外一种是 传输 是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呢 然后我们现在等于我们看明白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如果我要想五马间串扰传输的话呢 首先我看到如果设计成这个 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是极限 所有极限的东西的话呢 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那时不能实现的了 只能是去向往的 是吧 这种东西的 然后呢 所以这是个极限 因此的话呢 这个呢 实际实现的时候呢 肯定会不能那么考虑的 就好比说 就说这个采样定理的 我们说这个人的话音信号呢 我们说是在300到3400 对吧 然后呢 语音采样 采样率是8k 它没有选6800 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它要流出一点余量 为什么要流余量呢 是因为那个滤波器不可能理想 是吧 滤波器为什么不可能理想呢 是说 这样的一个滤波器 从频率来说 它倒是垂直的 是吧 这事要是很难办到的 就是说你可以实现一个滤波器呢 这个频率呢 渐渐的这样升上去 这是好做的的 你在某个频率点上猛然蹦上去的 这很难的 是吧 这是从频率来看 我们把这个叫锐降 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从实域来说的话呢 它的特性呢 是sinπ 我现在为了简单 我就说ts等1 它实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是按照这个t的 这个t分之一衰减的 按t分之一衰减的 就是它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它是 它是这么的一个形状呢 然后这个东西呢 按t分之一衰减的 我要做一个滤波器 它让它具有这种冲击响应的时候呢 首先我要做一个必须是因果的 是吧 因果的好办 我就把这个事情往后推 我实际上呢 说这是一个xt 是吧 如果我看见xt非因果 这问题好办呢 我只要去做一个xt减去一个t0 就可以了 是吧 我就等于把这个往后推 推到一定的程度 我说前头的很小的 不要的 把它截掉 就做一个近似的实现了 但是呢 它因为按t分之一这么下降 所以这个衰减很慢的 于是这个前头的呢 它总是很大的 你们原来学过这个数学是吧 这个函数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比方我这儿取一个t0 我说这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无穷大是吧 那就意味着这个 你无论取多少 这后面的总量还是很大的的 虽然它在一个一个的变小的 但它总量始终是很大 所以就这个意思是说 我这个要推的这个非常的长才行的 这就是一个实现上的麻烦事了 另一方面 就算我说这个 我真的说是延迟无限大 把它实现出来的 那也有一个问题的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看我们刚才推的那个马尖串 它是一个卷积 乘上xn 我现在取这个ts等于1 对吧 这是这个码尖串扰的 然后这个是n不等于0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现在呢 假设这个采样时刻 是在 原来是说的是在 这个nts加上t0 我现在ts是1 然后我就在n加上一个δ 这样的时刻去采样 本来就是说 如果t0再是0的话呢 我对这个东西采样 在这儿采出来是1 剩下的地方采出来全是0 是吧 我现在呢 稍微偏开了一点的 偏开一点之后呢 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是sin 这是πn加δ 是吧 就是我这个xt是sin sinc ts分之t 然后呢ts我取了1的 然后所以这上面就是sin πt底下是πt的 然后我再把这个ts是1 我就把这个n加δ 带进去了 带进去以后 这个sin这一项里头 有一个nπ 它是一个-1的n次方 是吧 -1的n加一次方 -1的n次方 再加个π 不就变负网了 对吧 就是这样子嘛 sin δ如果加上2π 是等于sin δ 对吧 如果加上一个π的话呢 它就变成负的 是吧 就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sin δ 这样前头乘上一个 正负的一个东西呢 然后现在假设我这个呢 也是双极性的一个数据 它也是正负的呢 最坏情况下 我说如果运取不好的话 它们俩正好 极性全凑成一样 它就全是正的 是吧 然后就底下 如果负的方面 也凑过来的话 就是这一部分的上界 是什么呢 它的上界是 这是它的上界 是吧 这个极数 没问题是吧 它应该是怎么着的 这个极数 这不是调和极数吗 是吧 它是发散的了 然后呢 这个发散是什么 只要这个δr不是零 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无穷小量 它都发散 是吧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最坏情况下 这个马间串绕 可以是无穷大 极大的 那这就是说 这个系统 你即便把它做出来 它也非常的脆弱的 这个时钟 采样点稍微偏一点点 马间串绕就可能非常的大 是吧 所以说这事儿的话呢 我们只能当做一个理想的参照 然后呢 不能真的去想到说 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 那么正要做的时候 我就得打出点余量来的 打出余量的时候呢 我知道这个这是极限 那么带宽必须得比它宽 是吧 比它宽的话呢 然后我呢考虑这样一个范围呢 2ts分之1到ts分之1 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 这是xf 然后呢 把它呢搬移以后去交叠 这个是xf 减去ts分之1 然后呢 它们俩一交叠 我这要求这儿 叠成一个常数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之间的关系是 这是它移动的距离 这是ts分之1 然后整个这个宽度 这是2w 是吧 因为在带宽 我是从这个 说带宽嘛 这是0 带宽说的是一半了 然后我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范围呢 这个范围的意思是 它这样一移的时候呢 它跟旁边这个只交叠一次 再移一下就出去了 是吧 这边也是移过来交叠一次的 然后交叠一次之后 让这儿补上 你看见这个事情呢 你就同时回想这个 我们之前讲VSB 讲VSB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带通的这个滤波器 也是它搬到这儿 它搬到这儿 这样的补上的 跟这事情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地方要补上的 这块能补上 然后只要能补上就行了 当然你可能问我为什么 它大于的时候会怎么着呢 大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无所谓 我们本来说这一切事情的缘由 是因为说我们这个带宽受限制的 如果你说这个带宽要是很充分的话 那倒也问题不大 比方说你要比它大 那么你就用这个NRZ脉冲 这个矩形脉冲 然后你把那个主半留下来 旁半给去掉 当然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个 我如果我对称的想过来 这个冲击响应是这样的 它在时间域上也有一个主半 有一个旁半是吧 我把它的主半留下来 旁半去掉怎么样呢 平域就变是吧 平域的这个地方 边沿这块就会延展 同时形状就会发生变化的 那我刚才那个地方 为什么不怕这个呢 你看我们前头讲 我说我用一个NRZ的一个矩形脉冲 是吧 我到接受端用一个滤波器 把主半给留下来 旁半不要了 它同样也会使这个时间域的 这个边沿发生变化 但我采样的是 只采那一个中间的那个点 你边沿变成什么样 无所谓的 在那块我可以说是把 就是说我实域用矩形脉冲的时候 我在平域 我可以把它的主半给留下来 这个时候形成的湿针是在边沿上 我在中间采样的时候 还是比较保险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我要的不是在平域去采样 而是要平埔的带宽 对吧 我要平埔的带宽的时候 你这个你在时间域上本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把这边全掐掉 那么这个带宽肯定要展宽的 这就跟我的要求不一样了 我要求你的带宽必须在某个范围内 所以那个方法是不能考虑的 我们能考虑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 让它长出来一些 这一长出来一些之后 它比那颗色极限来说的话 带宽多一点 多出来的这部分叫巩匠系数的 就是这是Netflix的极限的带宽 然后我说这个事情 我这个做起来有问题的 我就让它这儿这么过来的 就你看原来讲的是叫锐匠的 直接就好像从楼上直接掉下来一样 说这个是从这儿拱着下来的 说这叫拱匠 然后这一拱匠 你这个带宽不是站得多吗 多出来的这部分比例 叫拱匠系数α 然后这个拱匠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拱的 最常用的方式呢 是叫这个生鱼弦 最常用的方式呢 叫生鱼弦管匠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你看鱼弦 它是这样的 对吧 这是个鱼弦函数的 然后呢 我取它的半个周期 取这么一段 然后这是有正有负 是吧 再把它往上抬 抬到正的地方 就是这个白的 所以这个名字就叫生鱼弦 所以看到这一点之后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拱匠系数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它画出来 甚至表达式也可以写出来的 有要表达式之后 你这冲击响应你都可以推出来 虽然那会比较啰嗦的 但那已经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繁琐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什么别的问题 在这个拱匠的时候呢 我这儿是一个圣鱼弦 当然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拱匠呢 比方这样的拱匠呢 你看它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互补 这也是一种拱匠 这两个拱匠哪个好一些 为什么 你看我这也是拱匠吗 是吧 这也是拱匠的 对 这它比较平滑 对吧 那平滑为什么就好呢 这已经是平滑 这个连续性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处 这个怎么理解这事呢 我们就这么想 我翻过来说 这是因为拱匠是对称的 我翻过来说 我说这是一个冲击 这是拱匠的冲击 它的平滑是什么 是一条直线 对吧 然后我再看一个方波 它的频率是什么 是sinc对吧 然后它的分母上是以f分之一 开始下降的 然后我再看一个这样的 它的频率是sinc平方 对吧 这个分母上是f平方分之一下降的 看出门道吗 这里头的门道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一阶岛会出现一个冲击 它的二阶岛会出现冲击 是吧 冲击的频谱是直的 然后你倒回去的时候 底下就要除上这个 z2πf 你求要几次岛 这就是几次方 对吧 上头是1 所以这是f平方分之一下降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在实域 你这个波形越连续 就说明你在频域的这个 这个随f下降的越快 对吧 就是你看这个呢 是 它呢 是本身不连续 它的一阶岛出现冲击 它是连续的 但它的一阶岛不连续 二阶岛出现冲击 如果再平滑一点呢 那么肯定就是 比方说 你看让它这个切线也连续了 让它变成这种圆的 那肯定更好 是吧 然后这个实域域的这个关系 倒过来一响 也是这样的 你不用做任何的推导 看见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断定 它的实域域的那个脉冲 是以t方分之一下降的 对吧 因为它这儿斜率不连续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一个方的和一个方的卷积的结果的 当两个这个方的函数一样宽的时候 卷积出来是三角 是吧 一个宽的矩形和一个窄的矩形 卷积出来是这样的 t形的 然后呢 平域的卷积在实域是相乘 所以这个在实域呢 它实际上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乘二一个 两个sync相乘 每个sync底下都有一个t分之一 所以这两个相乘是t方分之一下降的 然后这个 生于玄的这个特性呢 它你看这个 它的斜率也是连续的了 是吧 你看这个切线对吧 这个切线始终是连续的了 所以它在实践域上呢 是按照t的三次方分之一下降的 具体的这个 那个冲击响应用 我们就不去推导了 然后呢 你明白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是吧 然后再说一个新的事情呢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呢 说的都是这个 是总体响应的 总体响应呢 是它跟它的成绩 是吧 因为这个新当时没有的了 是它跟它的成绩 然后我现在是说 我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 这个和这个 都是由我自由设计的 我现在刚才 Netflix的讲的那些东西呢 是告诉我们说 你的设计呢 必须要求这两个的成绩 等于一个 比方说声音圈骨架那样的特性的 但是这两个还需要设计 是吧 这两个设计是需要设计的时候呢 有什么考虑呢 我要匹配 对吧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个滤波器 是为了对抗它 然后要对抗噪声最好的情况是 它跟它是一个匹配滤波器呢 是吧 匹配滤波器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我先把这个 因果性这个问题抛开 GRT 对吧 本来我们一般说 这个匹配滤波器的时候 我们一直写的是HT 等于什么 T0-T 对吧 对于这个有限的这种脉冲来说 我们这么写很自然的 现在我们设计的脉冲是一个无限的脉冲 然后所以这个 我们就是说处理的时候 先把因果性这个问题刨开 并不意味着说 我们将来要做一个非因果的滤波器 而是说我们将来要做的滤波器 是把这个东西延迟以后实现的 延迟以后做近似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 就先不管因果性 因果性 就是要求这样 在评域来说的话呢 就是 是它的公恶 对吧 在评域是这样的吧 这里头还有一个条件呢 这是个实滤波器的 我在这儿取负的时候呢 是在这儿是取一个负 对吧 然后因为有公恶对称性 我就变成这个公恶了 是吧 变成这样的 然后另一方面 我又知道 GT乘上GR 等于X生于旋 然后这个X生于旋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它是一个实函数的 一般来说 这个频率的函数呢 都一般情况下是辅函数 是吧 正好我们这个情况下 它是个实函数 而且是个五函数 然后现在我的任务 是要设计 GT和GR满足这些关系的 那么这个设计 能看得见吧 你就直接设计 它等于它 等于根号 就可以使这两个都满足 对吧 就是 匹配滤波器的要求 这儿是有一个公恶 但我现在设计的时候 直接把它设计成实函数的 就是我对它开方 这个开方的这个结果 作为发送和接受的 这两个滤波器的 这样的话呢 我就既满足 没有满间串了 也满足这个 对抗噪声的最佳性 对吧 这个叫最佳基带传输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说 你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都要使这个 思路上更清楚一点 你先把因果性 这个因素全去掉 就是先不管因果性这个问题的 先不管因果性问题的时候 这些式子呢 会比较简洁的 然后你说 我要真的去实现的时候 那肯定得有一个 因果性的问题嘛 是吧 那个时候 你最终做出来的滤波器呢 会会实在这个地方呢 会加上一个 就比方说是这个GT F 会等于这个根号 升余弦 F 再乘上一个 T1 这表示你发送端的一个延迟 然后呢 你接受滤波器 也是这样 你接受滤波器 也会有一个延迟 这两个延迟凑在一起 是一个总的延迟的 这个是这么一个关系的 然后举一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现在假设说是 比方说现在无线通信 是吧 说给了你10兆的带宽 这是无线通信 说这儿是有一个10兆的带宽 然后呢 要求不是现在什么3G 4G 5G的 都在使劲的提高速率嘛 是吧 现在我们说 我想要传40兆 比特每秒的 这样的速率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带宽是10兆 这是一个带通的带宽 对吧 然后我等效到基带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5兆 到-5兆 这样的一个带宽 然后在这个带宽范围内 我根据奈奎斯特的理论 最高的传输速率是10兆 单位是波特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这些 马尖串尔的时候 我们没问过这个 它是I开始几经质的 几经质都无所谓的 它最高的传输速率是这么高 然后它的平带利用率是2 这是我首先清楚这个极限是什么 对吧 这是极限 然后我现在要求是传输40兆比特这样一个数据的 然后要求的这个平带利用率呢 折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呢 就是我要在5兆的带宽上 在基带来说这是5兆 5兆的带宽上我要传输这个40兆比特每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传输极限的速率呢 我要达到8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2 这个地方是8 差个4倍怎么办呢 就要用多精致 是吧 然后于是呢 这个地方差4倍 所以我要用一个16进制的 就是如果我要是用16进制的话呢 那么它每秒钟能传10兆个 10兆个符号 每个符号呢 写到4个比特 于是正好是每秒钟40兆比 对吧 这是极限的情况 然后我进一步想说这个 你这极限的情况是这个实现起来有问题的 那我还得考虑一个拱降 比如说我这个拱降系数 α等于0.5 α等于0.5的时候 那么这个带宽呢 是给我的这个带宽 负5兆到正5兆 我就不能按5兆来用往呢 我必须往里缩一下 是吧 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 说是它是拱降以后 拱降完之后它是到5兆 因此 它的这个2ts分之一 这是极限的带宽 加上拱降系数之后是5兆 对吧 这个2ts分之一是极限的带宽 然后拱降的意思是说 因为拱降而多花费了百分之多少的带宽 所以这个是百分之50这样一乘 然后呢这么折过来再去算了 这样可以就可以算出一个符号速率 以及相应的精致数 这精致数呢 肯定要从16进制再往上升一几 升到比方说32进制 好下课 好下课